今天我要來介紹怎樣下載Blender 3D動畫軟體 首先我用Chrome瀏覽器打Blender 它會帶我用Google搜尋引擎去找到Blender的官方網站 這裡有個Home 我們點選Download這個連結 它會帶我們到Blender最新版的下載 下載畫面 在這裡有一個Windows32bit 因為我們是用WindowsXP的作業系統 所以就選這裡 當你點選下去之後 它就會開始進入一個下載畫面 這個下載畫面經過幾秒鐘之後 它就會開始下載 但是如果沒有開始下載的話 你可以點選這邊的Click Here 它就會進行下載 現在它已經自動開始下載了 Blender的檔案並不大 目前2.62版只有27.8Mbps 這是一個非常小的3D動畫軟體 但是卻是非常強的 我們現在先把Blender的下載 先取消 因為我已經下載完畢了 下載完之後呢 它會有個安裝檔 你可以用這個安裝檔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擇這裡 有一個叫Blender Foundation Blender 那你選擇它之後呢 它就會啟動 啟動會有一個DOS視窗 再加上一個3D動畫的視窗 這個3D動畫的視窗 啟動完畢之後呢 你會看到一個2.62版的畫面 那這個2.62版的畫面 你點一下 你會發現這裡是一個立方體 這裡有一個相機 這裡有一個燈 你可以旋轉它 只要你按住滑鼠中間的滾輪 然後拖動就可以旋轉它 你按滑鼠中間滾輪 也可以縮放它 那這個是Blender 代表我們已經下載完成了 那這今天所介紹的是Blender的下載動作